环球时报记者日前获悉 一场呼吁日本政府停止炒作台湾有事的紧急集会 将于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日本东京举行 27日这场紧急集会实行委员会的负责人田中刚 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前日中关系面临挑战 与日本从属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很大关系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台 加剧台海局势紧张是筹划这场紧急集会的导火索 田中刚称 台湾问题归根到底属于中国内政 我们必须敦促日本政府停止炒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停止从属于美国的外交路线 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他挪郁道 日本和中国韩国等国的关系都不好 日本在亚洲没有朋友 难不成要当美国第51个州 田中刚说 日中两国的交往历史渊远流长 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 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实属不易 但日本政府近年来 在外交政策上对美国一步一趋 炒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渲染中国威胁论 以此为借口加剧军事扩张 不仅大幅增加军费 还试图部署迁枚导弹 这些都违反了中日联合声明 1972年9月29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明确写道 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田中刚看来 基于日美安保条约驻留日本的美国军队 根本无法保证日本安全 反而会使日本在战时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实时上日本政府强化防御能力的举措 已经让以冲绳为首的西南诸岛 处于战争最前线的位置 给国民经济和生活造成恶劣影响 田中刚透露29日 将有冲绳民众专程赶赴东京参加紧急集会 预计当天将集结百余人 日本最大的威胁在于日本政府 田中刚告诉记者 这场紧急集会旨在表达三个诉求 第一要求日本政府遵守中日联合声明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第二反对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大举破军 防止冲绳沦为前线基地 第三确认中日不再战 田中刚强调 日本政府炒作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 对日本没有任何好处 日本经济严重衰退 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日本政府应该重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 抓住中国高速发展的机遇 不因为对抗莫须有的威胁浪费国民税金 不忘初心才能展望未来 改善日中关系迫在眉睫 田中刚说 此次紧急集会只是开始 今后会继续开展相关活动 敦促日本政府做出真正为日本国家利益考虑的 正确的外交决策